一个看似普通的上班族中年男人可以爆发出多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除了上班族这个身份 这个男人同时也是一个父亲 那今天刚才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位父亲 为了保护女儿犯下大罪的故事 我家的英雄 宝子们备好临时 咱们直接开冲 鸟七折熊年龄47岁 职业某玩具制造商的业务员 兴趣阅读推理小说 虽说自己也尝试执笔 但反响却是不尽如人意 普通的某一天 哲雄约了自己上了大学独自居住的女儿林花 在家庭餐厅见面 但是当林花出现 哲雄发现了异样 自己的女儿并非偶像 这次却戴上了墨镜与口罩 当他摘下这些 哲雄发现了自己女儿脸上的伤痕 这终于推理的他 一脸正经的询问伤痕是否来自于同居的男人 直接使得女儿愤然离去 欲称的哲雄在离开的路上 由于流氓的几句言语再次发病 但在跟踪对方的途中 却被发现 被殴打后拍下了裸照 恐怕之中感叹自己遭遇后 哲雄下定了决心 必须要搞清楚 刚才的事情和女儿是否有所关联 于是借则从妻子那里得到的女儿家的钥匙 他开始了确认 一个好消息是林花没有和男人同居 一个坏消息是他的男友 就是哲雄在路上偶遇的流氓 不仅如此 这个流氓接触林花的目的 在于哲雄外公的公司 而且他还曾经杀害过曾经的女友 更要命的是 在于之前殴打哲雄的人 正是这人的同伙 现在信息更新 哲雄的女儿 鸟区林花的男友 姓名马曲炎人 职业流氓 莫点凭借与林花的关系 榨取其祖父的财产 性格暴躁 在得知自己被林花父亲跟踪之后 杨爷要杀掉这对妇女 此时此刻 出了在林花房间大闹的马曲炎人 流氓组织的其他的人也在附近监视 而林花的母亲恰好在此时出现 然后他成为了鸟区哲雄杀害马曲炎人现场的第一母亲者 时间回到八分钟以前 从电话中得知 林花给自己的礼物放在衣橱之中 此时此刻躲在衣橱中 并无可避的哲雄一记猴子偷逃 让炎人失去了抵抗能力 然后抄起手边的家伙 猛然砸下 正当哲雄面对尸体不知所措的时候 自己的妻子打开了房门 满载的正经之后 哲雄整理出了自己所知的来龙去脉 马曲炎人作为某组织的成员 杀害普通人会有专人处理 而自己也已经被组织掌握了消息 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山穷水镜 但在此时 妻子指出了另外的一条道路 像那个组织一样 将马曲炎人毁尸灭迹 与此同时 组织的人正在门口偷听 林花也突然出现回到家中 哲雄谎称 刚才炎人在房间发飙 自己脸上也是被他锁伤 而且因为担心女儿安全 所以让他这段时间回家居住 最终哲雄要求 妻子将女儿送到车站后购买一些道具 自己则留在房间处理尸体 谁知道母女二人才刚离开 组织的人就打开了房门 由于哲雄进门在炎人之前 组织的人并不知道房间里有他的存在 但就算如此 只要尸体被发现 也还是万事休矣 千军一发之际 哲雄装作保健人员 因为之前破坏了炎人的手机 这一次哲雄好歹是蒙混了过去 然而问题在于 此时此刻 组织对于林花已经产生了怀疑 当然对于这种情况 哲雄并不知情 她与带着东西回来的老婆 首先咱就是说先将尸体分解之后 加工浴缸将其阻烂 在等待水分的时间里 哲雄不禁开始感慨 自己一直以来都十分频繁 活过了47年 最多也就是看看推理小说 如今也是干起了杀热魔才会搞的操作 与此同时 炎人的顶头上司 被称为小穴的男人 正在被炎人的父亲震惊 姓名马曲易成 职业某组织的欺诈师 马曲炎人的父亲 性格极其溺爱自己的孩子 马曲炎人 另一边将马曲炎人尸体 进行了初步处理的哲雄 已经完成了分章 带着装满尸块的行李箱 回到了家中 享受者与妻女 共同度过平凡单欣服的预长 哲雄再一次的下定了决心 为了守护这样的生活 自己必须要进行完美犯罪 转天早上 哲雄被噩梦惊醒 然后夫妻两人开始复盘昨天的一切 为了不隐约怀疑 哲雄将总共20斤的 剩余人体组织带回了家 但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 哲雄发现了这种违和感的来源 从昨夜门口就停着一辆轿车 换言至自己家正被监视 今天并没有杀人案相关的新闻 也就是说监视者多半是 严人所属的组织 强大精神的哲雄 来到了蛋卖厂 购买了琐事的工具 但在离开的时候 他验证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自己已经被人跟踪 而家里附近的车辆并未离开 结论是一家三口都已经被人怀疑 不过呢 也有一个好消息 组织到目前为止呢 对于鸟七家三人 终究也只是怀疑 可就算是如此 这也造成了哲雄 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想法 进山埋室 于是呢 咱们的哲雄开始了plan B 回家确认 目前还没有被监听之后 哲雄对着妻子说出了现状 没法进山埋室 只能在家搞定 为此呢 他特意是准备了一个大滑盆 塗 以及可以分解有稀物的细菌 由于同时 马曲一成的运作 组织方面也提高了监视等级 趁着一家三口 被吸引注意的空档 监视者翻窗 进入了鸟七家 此时在大门口 查知道面前推销员 是在拖延时间的哲雄 赶忙回去 查看了埋藏尸体的花盆 但他不知道的是 监视者就藏在身旁的衣橱之中 在哲雄夫妻移走花盆的时候 监视者顺便逃离了鸟七家 但在之后 明月的妻子 发现了窃听器的存在 检查全家之后 夫妻二人传达假消息后 拆除了窃听器 鸟七家与组织的第一次交锋 姑且是画上了一个省略号 在此之后 夫妻二人决定继续处理尸体 一段交流过后 妻子决定与哲雄共同承担杀人的罪恶 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这起事件的共犯 面对着哼唱婚礼进行曲 首屈在不断颤抖的妻子 哲雄泪流满面 因为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这一次必须赌上一切了 另一边在组织的车里 监视着正在和那位奎哥交流今天发生的一切 对于鸟七家夫妻二人 他总觉得这两人在隐瞒些什么 而且他已经发现 那对着窃听器的对话 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谎话 好了那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目前的故事吧 某组织为了榨取 鸟七哲雄岳父的财产 过一派成员 马曲炎人接近了他的女儿林花 但是由于马曲炎人性格方面的问题 导致了鸟七哲雄的怀疑 并最终导致自己被鸟七哲雄杀死 那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庭 鸟七哲雄选择与妻子 一起将马曲炎人毁尸灭迹 然而由于其父亲 马曲一臣的关系 组织方面呢 开始了对于鸟七一家的怀疑 那么咱就是说啊 这位平凡的父亲 到底能否守护出自己的家庭呢 本期内容就先到这 下期刚子继续 下期点